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制作一个围定的时候呢 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要有脚本 然后脚本里面它会撰写一些内容 例如说男女主角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来去思考 我希望等一下你大概简单的写出来 假设我在校门口安排一个相遇 或者是约会时见面等等这些桥段 所以你简单的写出来 例如说我在六格井 例如说图书馆前 然后做什么事 因为我们不是说非常专业 但是你大概在脑海里先散播这样子一个念头 然后接下来等你做完 你就会发现还蛮好玩的 因为实现你脚本里面的内容 这就是一个做导演的一个梦想 所以像威力导演在做影片剪辑 他为什么用导演这个名称 其实影片剪辑就是实现导演心中的一个想法 ok 再来除了有脚本 我还要跟各位来去分享 就是收集素材 例如说好了 假设您今天您所选择的摄影器材 哎对了 有带脚架吗 手机的架子 手机架 自拍感 方便您来去拍摄 例如说三个人 好 那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事情 必须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一下 你看现在我们的荧幕是黄的 对不对 有看过直的荧幕吗 有啊 你的手机不是 你的手机不是都是直拍吗 所以请你们等一下在拍的时候 一定要打横来拍 可以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呢 当你今天你拍摄的时候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直拍 它会变成怎么样 做成影片左右两边会变成黑色的边框 黑色边框 那你觉得大一点比较好 还是不要有黑色边框 当然是不要有黑色边框 所以请问要直拍是横拍 横拍 这点非常重要 好 再来 同学你要仔细听哦 仔细听 因为这等一下我们大家拿到五千块 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一起仔细听仔细学 再来我们在用手机我觉得是玩摄影 那手机跟摄影机最大差别 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 用手机玩摄影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用手机 可是如果说我们手机您习惯直拍到时候在摄影这边左右两边就会变很留下很大的黑边 所以一定要请你们等一下出去拍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机摆成橫的 还有你们的手机呢 手机是不是会把它锁定变成不管怎么拍到它都是直的 所以这个画面可能要稍微切掉一下哦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剧情 实在也不知道怎么样站在摄影机前面 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些专业的知识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哦 如果你去看那个我蛮喜欢有一个明星叫张军令 他现在在大陆发展 而且发展很好 因为我发现他是用智慧来去演戏 你可以从中发现他有很多演戏的自我独特的方法 你看哦 他在摆pose 我们没有学过 我们一定就站在摄影机前面又站直直的 手也不知道摆哪里 可是呢 他可能身体会撤 然后什么样角度呢 可能要整个扭曲的转 转到什么地方 摆到最美的那一面来去被拍 所以我们没有收过这些训练 所以我们要怎么拍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 就是说可能我们来学他们是怎么拍的 再来手机跟摄影机的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特性 有些人有些人他可以把手机放在地上仰拍 或者是手举高高的或拿自拍感 手举高高的辅拍 OK 请问你摄影机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那是多重的一个机器 他要把它架多高来去做这件事 对吧 当然了我们没办法带各位去学那个空拍 不过明年我听说我们就会买甚至GoPro 好让你们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运动摄影器材 还有就是也许也许会买几个那个空拍机 哇那有空拍机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去看到看到什么 校园的全景了解了这个摄影机跟那个手机差别 你要取出很好的特性 什么叫很好特性 就是他怎么拍 所以等一下都会告诉你这些技巧 方便你等一下11点到12点去外面去拍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你学到的事情全部展现出来 可以了解哦 好 再来我们可能不管怎么拍 我们都没办法拍到 比如说校园的全景 你要怎么拍到全景 全景知道是什么吗 好 那我们没办法拍到 我们可能还是直接上网去抓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抓素材 去抓中国科大 例如说那个校园的全景图 除了全景还会有什么 特写 特写是什么 特写就是人 你去照一个人胸部以上 好 清楚的看到脸部的表情 这就叫特写 那什么叫大特写 例如说眼睛只照一个眼睛 这就叫大特写 所以等一下全景 你可能要上网去抓 特写请你自己拍 请问 手机要拍特写要多近 好 我先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我现在哦 如果要拍一个人的特写 你知道距离要多近吗 猜一下 如果你拍一公尺的距离 对不起 那已经不叫做特写了 那已经可以拍一个人的全部了 这就是手机 它有广角 所带给你的差别 摄影器材它没有广角 除非你在前面加挂广角镜 对不对 手机它有广角 所以请你要拍特写 至少最多最多50公分 可是这么近在拍 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一定会 好 所以等一下进一门拍的时候 试着用 例如说全景跟特写 互相穿插 在我们的影片 那全景要是没有的话 就麻烦你去找 还有 影片要不要素材 例如说音乐 配乐 要哦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带你找 合法的影片 合法的图片 合法的音乐 好 那什么叫合法 等一下都必须要教 好了 那下午的 下午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教你们 如何用手机去玩摄影了 你看有 点点头 跳街 跳街应该都会嘛 跳街的拍照方式 你们应该讲过 没错 就是那一种 但是现在不是用拍照 是摄影 好 再来 F-LIFT 就是 缩时剪影 这等一下也要教你 不过这边可能不太适合拍 缩时剪影的图 因为要到大马路上去拍 你的背景一定要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 不过我觉得那个概念 还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下午 就要纯粹教你 这一个 Adobe的Premiere 而且是英文版 他其实 他其实 他出了 英文版 简体中文版 就是没有繁体中文版 所以我们只能做中文化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资讯都是用简单的英文单字 那国中英文单字学过 只要你讲过那1200个英文单字 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下午我们再跟各位谈 影片剪辑 也论